而中国解放军接连不断派军机扰台 甚至从9月3号以来连续四天 侵扰我们的西南空域 光是5号当天就有19架次 因此美国有蔡英文喊话 希望美国总统拜登要硬起来 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发文 喊话美国要永远跟台湾站在一起 支持台湾自由 时间下 陈思寅 中央民国中心恐怖 位于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2500公尺的中控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空域 你想我非常安全 立即会转脱离 好的直播给观众 中共5号派了19架次军机 侵扰台湾 这个月3号以来已经连续 四天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面对共机不断扰台立场 向来抗中挺台的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终于说话了 6号蓬佩奥推特发文喊话 美国必须永远与台湾站在一起 并且支持自由 挺台湾的官员 还有现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海格提 对于共机绕台的议题 同样相当关注 他推文痛批拜登将阿富汗 搞得一败涂地之后 中共和其他敌人将持续试探 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决心 他指出参议院要敦促拜登 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防止外来侵略 面对共机尽情不断绕台 示威台海两岸紧张局势升温 外界也相当关注 以上最新消息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